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都是跟脾胀有关系 脾胀的不消化造成了肠胃的阻塞 所以有时候脾胀非常重要 很多人长期的胃不好就慢慢的脾胀就不好 脾胀不好之后就会出现很多的我们说非常不好的东西会长出来 所以这个胰腺就会出问题 胰腺出问题 糖尿出问题 胰腺出问题的话 一线就会长东西 明白 那师傅这个是一天几断的 吃几次呢 两次 通气啊 见皮完一次就通气 通气非常好 人有三宝嘛 对不对 一个出汗 一个通气 还有一个是打嗝嘛 打嗝啊 对对对 这三个实际上是从不同的方位能够把人身体上的气能够出来 很多人气了之后就经常通气 对不对啊 下风 通气 通气的话也是一种方式啊 还有的人们就从嘴巴里骂出来 讲出来啊 出气啊 对对对对 对不对啊 还有没有出汗啊 那师傅 谢谢师傅 那有的人都是去做汗征嘛 他怀身出汗 这样也就是排毒 实际上就 实际上那个叫桑拿 桑拿玉 桑拿玉就是把你让你出汗呀 把你每个毛孔的都打通呀 哦 明白明白 但是很危险的 心脏病不好的人做桑拿会死在里边 闷死 对对对对 那师傅 那比如跟你说通话是环山发热 他这也是 哎呀 哎呀 对呀 让你出汗 很多人看见师傅发抖 他也是在打通他的经络呀 哦 我明白 那师傅 有为何有的同修跟你说就是这样 见到你就是从法族有的人本来想好想好和师傅说什么 一见到师傅就忘记了 就如轮刺了 这是啥原因 气场太大 师傅的气场太大 哦 啊 气场呀 气场可以受影响的呀 嗯 明白了明白了啊